那么经过这一轮疫情以后 我们对脆弱人权的保护 大家已经建立了非常好的一个策略 所以我们的机制和体制方面 已经不断进行优化 也包括基层 基层不断地强化基层力量 强化家庭医生 强化我们治疗的方案 我们自己国产的药物 不断地也开始上市 那么这就是说 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后面一波的来临 虽然这一波它会有 但是那你可能会感觉到 没有那么强烈 将来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 我们这些不来或者不来 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但是整体上我们中国 为后面的就是疫情 已经做了一个充分的准备 现在已经在为这个事情 在不断地做着准备 我相信这一波来临 不会对我们国家的发展 还有对我们的经济的发展 会造成大的影响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